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我们这期视频要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餐家的餐 餐这个字是上下结构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餐字非常难写 主要下面还带了一个三匹啊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字它比较有难度 其实餐字写不好 我给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像这三种错误写法是最常见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们在结构上都犯了哪些错误 我们怎么样去避免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餐字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主要问题就在于 撇那下面这个三匹啊 撑得太满写得太宽 这个三匹旁其实以前也给大家单独讲 我三匹旁到底是怎么写的 它写出来没有这么宽 你这个倾斜角度太大了 好多同学都是写成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 越撇越往那去 你看写得又宽又短 其实三匹它不是这么写的啊 三匹旁大家看一下 它倾斜角度非常小 你看第一匹在这 这个稍微平一些啊 你看第一匹在这 第二匹你看在它的右下方 然后第三匹 好再来一点一下 然后往下走 大家注意 三匹旁这个倾斜角度非常小 你写出来的整个字形应该是瘦长的 不要给它写这么宽 你写这么宽这么胖 就会把下面给它撑得特别满 你没有发现底下特别满 感觉没有一点空间了 对不对 很拥挤 所以一定要注意三匹旁的这个规范写法啊 你写出来应该是瘦长的 不要这么宽这么胖 那第二个是什么原因 第二个大家注意 上面头太大了 我们写上下结构的字 很少说把上面头部写太大的 一般都是上紧下松 按上面头部要给它收紧 你看 写折点这一部分绝对不能给它写大 写大就会造成头重脚轻 哎 头大身子小这样 这种情况都不好看 头部写太大 就跟人似的 你说那个人 那头比身子还大 它还能好看吗 一定要注意 写折点这里要收紧 因为这个字它主笔是谁 是撇纳 撇纳展开其余的部分 上下都要收 所以上面头部要收紧 底下也是要收紧的 看见没有 那第三个 其实也是跟收放的问题有关啊 第三个我们刚强调了 它的主笔是谁 你要搞清楚 有些人就就是搞不清楚 这个参赐的主笔 有些人就把横拉长 也有人把撇纳拉长的 它到底是谁是主笔 撇纳 大家注意 撇纳 基本上它就没有输的 不管遇到什么笔画 一般撇纳都是作为主笔出现的 哎 这个撇纳要放出去的话 你看是个横要怎么样 就要短 撇纳伸展出去 你这个横就要短 上面这个头部撇着点也要收 底下三撇也是瘦长的 看见没有 哎 是撇纳放出去的 要搞清楚主次关系啊 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参子 给大家演示一下 哎 我们来尽量避免这些错误啊 好 你看 分析完之后 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你看头部要小 撇着点这一部分 它不能写大 是不是啊 要写小 那这个横呢 横还不能给它写太长 因为主笔是谁 是撇纳 还不是这个横是不是 好 我们把这个撇纳 你看给它展开 撇往这走 纳花往外 伸展出去 撇纳打开 然后下面三撇来了 三撇还不能给它写太满 写太胖 三撇要瘦 是不是啊 哎 往下走 哎 这是参加的餐子 大家看一下 头部要小 然后撇纳要展开 这个横不能写太长 哎 主次要分明 你看这是主 然后下面三撇要瘦 好 我们把这个餐子 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首先 哎 头部要怎么样 收紧 撇折点 然后呢 横 不要写太长 注意 好 然后撇 往这儿 好 那话我们引伸出去 出纳脚 哎 撇纳展开 你看 主次要分明 然后 一撇 两撇 好 三撇往下 大家看一下 哎 这个下面 这个三撇你看 是不是比 瘦的比较瘦一些 对不对 不要越写越宽 它这个倾斜角度 其实非常小的啊 好 我们这期视频 餐子就给大家 讲解到这了 好 四撇